叔叔之前就直接喊他 臭跳糞的 臭跳糞的就直接罵他 后来就有两个声的尊重 就喊他一声 叔叔 那跳糞的眼泪就流下来 然后就不知道要讲什么 说我承担不起啦 他说我承担不起 因为在那个时期 那个跳糞是属于比较努力阶段 他说我承担不起 四尊这个时候 四家农民狗做了一个盆 让他更感动的是 他举起他那修行的双手 握住他那挑糞的手 他一直说一直说 当我们的手如果摸了很脏的东西 有人要握我们的手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觉得很不好意思 想要一直说一直说 会哦 因为我们是自认为怎样 我们会不会不好意思 我们会不会觉得 我们很卑微 手现在很脏 你这样摸我对你很不好意思 我们如果有我们认为说 比如这样讲好了 扁传师想要跟我们握手 两只手突然摸了 我的手都是粉笔灰 不然扁传师要跟我握手 我握得下去吗 我们是不是都有一个动作 身上插一插 然后插一插 插一插然后怎样 后选手脏 后选手脏 我们会不会这样 会啊 我们是不是要知道我们自己的弱点 这样子也是尊重别人 当我们现在自己缺点 我们手现在正脏的时候 你去握人家 这样也不是很有礼貌 就有礼貌上 那这挑奋的他就一直说一直说 那个世尊一直拉他的手 他就一直说 我这挑奋的手 我这挑奋的手 你不要握 他就真的叫他不要握 因为他让我说他挑奋的手很脏 他世尊就跟他讲 他说我做的事跟你做的事是一样的 你是在清除每个人 每个家里面的不清洁 而我在做的是每个人心目中的不清洁 我在度的也是每个人心中的疑惑 跟最讨厌的东西 他们最不要的东西 我都是在跟他们收这些 他们最不要的东西 所以你跟我做的事是一样的 这个挑奋的从此怎样 顾到我 他也因此挑奋挑出了怎样 他挑出了德性来 挑出了一个公火座 在古印度时期有很多的圣贤先佛 他们就是因为这样 从最奴隶阶级到最高皇帝阶级 都有人承到为什么 因为他也是基缘 如果今天这个挑奋的人 他没有跟世尊有这样一段的缘分 他还是一直挑着奋 是不是各位显显 他还是依然被欺负着 那这几个小孩欺负人的 小时寥寥长大怎样 不是到位闭家喔 小时欺负人长大 长大会更不得了喔 我听到台里说 小时头甘虎 大小时头甘虎 小时头甘虎 大小时头甘虎 大小时头甘虎 如果不觉得怎么样 到长大了他怎样 大错他住下的时候 就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这也是因为他有他的机缘 而我们呢 我们讲了以上这样的故事 而我们呢 我们也是在讲什么 从我们一早 我们刚刚一早 大家眼睛闭起来 然后手抱头统 完全不做任何思想的心 性 是不是都灌在一起 我们的自信 有没有跟我们的肢体 支配着他 我先要怎么做 有没有一并的串联在一起 还是我们是将他四分努力 来 我们之所以 我们之所以 我们要来求道 我们要走进道场 我们是 最开始是因为 我们要往我们怎样 我们会走宗教这条路来讲好了 是为了要往内修 对不对 我希望我们往内修 希望我们能够修 把我们的心性修得 远远索索的 不要是这样有次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第一个 我们会我们会怎样 会不会敬天地 会不会 会敬天地嘛 来 我们就是因为敬天地 所以我们要了解 我们自信的根本 对不对 我们要了解根本嘛 一个人可以不知道 你从哪里来吗 一个人可以不知道 你从哪里来吗 就像说一个人 如果知道我的妈妈是谁 跟一个人不知道 我的妈妈是谁 哪一个比较可悲 不知道的比较可悲 不知道的比较可悲 可是现今生味好像不知道的很多 我们讲的是后天的妈妈 有很多 为什么 因为社会一直在变 社会乱象 让我们看了都怎样 账目节省 怎么会这样 前几天候选看一个报纸 候选中午都会 带便当 然后就看那个报纸 那一边吃一边 看到他会吃不下去 埔里有一个女生 有一个女生 他交往了 跟一个男生交往之后 然后分手 没有分手疼 又跟另外一个男生交往 然后三个人就这样 坠入情网 然后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怎样 就吃药自杀 结果有没有 有没有死掉啊 没有 又活起来 然后更令人不能相信的是 他在医院急诊室的时候 这个女生在中间 左边拉这个男生 右边拉这个男生 让那个新闻报纸 再给他照起来 然后要走出医院的时候 又照了一张 这边拉一个 这边再拉一个 哦 真是相亲相爱 手连手 心连心 他要创造 创造连体因 还是要创造什么 后来 后学看了 哇 现在的社会 已经 已经到这样子 他的感情 人家说